第一段音乐 第二段音乐 兔子的这一段音乐 节奏是比较紧凑的 速度也稍快一些 音乐情绪是活泼欢快的 而第二段音乐 明显比第一段音乐的速度慢了 节奏拉宽了 好像是慢腾腾的乌龟出现了 兔子和乌龟之间 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音乐家把这个故事 还创作成了一首好听的管弦乐合奏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的两段音乐 分别对应哪两个画面 第一段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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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音乐 第一段音乐 对应右边的画面 好像是活泼可爱的兔子 和慢慢腾腾的乌龟出场了 第二段音乐 对应左边的画面 它明显比上一段音乐 节奏紧凑了 好像是兔子和乌龟赛跑 兔子领先了 同学们 接下来你们能不能用肢体动作 演一会儿子的小动物 演一会儿的小动物 大家可以跟着视频中的小伙伴 模仿着学一学 也可以自己来演一演 音乐 代表兔子和乌龟形象的音乐 是由乐器来演奏的 同学们 你们猜一猜是哪两件乐器呢 代表兔子形象的乐器 是单黄管 又称黑管 音色嘹亮纯净 清澈优美 代表乌龟形象的乐器 是大管 又称八松管 音色低沉浑厚 同学们 请你们再次聆听 仔细分辨两件乐器的音色 两件乐器的形状 与吹奏姿势也不同 单黄管是由演奏者含著短短的哨片进行吹奏的 而大管它的形状要比单黄管大许多 是由演奏者含著S型的哨片进行演奏的 同学们 你们能分辨了吗 请大家听到兔子和乌龟出场音乐的时候 模仿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 咬一咬 咬一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种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下面让我们一起合作一下吧 这首作品啊 通过不同的乐器以及音的高低 表现了兔子和乌龟比赛的全过程 现在老师想邀请同学们边听边表演 并在空白处填入故事情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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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同学们听到的这一首管弦乐作品 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话故事《龟兔赛跑》 骄傲的兔子觉得自己一定能赢 便靠在大树上呼呼大睡 而乌龟坚持不懈地奋力奔跑 兔子最终没有赶上乌龟 乌龟赢得了比赛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代表兔子和乌龟音乐形象的乐器是哪两件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 没想到啊,不同的乐器还能表现不同的动物形象呢 在这首乐曲中,丹黄馆的演绎表现了兔子活泼灵动的形象 而乌龟的形象,由大馆的演绎更显得它沉着稳重 动物村每天都会上演许多奇妙的故事 老师期待下一次与同学们一起欣赏美妙的音乐 同学们再见